近日 平安银行 东营银行等数家银行发布通知表示 将暂停销售智能通知存款类产品 同时 都家银行还表示将下调智能通知存款 协定存款等金融产品收益率 有一类人士对记者表示 从普通存款利率下调 到通知存款停摆 或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商业银行近期差压力 近期 据某城商行人士消息 该行收到口头通知 协定存款和通知存款自律上限调整 将自5月15日起执行 其中 国有银行特指工 农 中 建四大型 执行基准利率加十几点 其他记录机构执行基准利率加二十几点 据平安银行官网公告 该行将于2023年5月14日起 暂停销售智能通知存款产品 同日 东营银行发布公告称 自2023年5月15日起 暂停智能通知存款业务办理 新疆布尔金喀达斯农商行公告显示 自5月15日起 调整通知存款利率 并且不支持自动转存 除了停摆智能通知存款产品外 多家银行也调整了相关产品利率 从通知存款调整后利率来看 平安银行除了杭州 宁波 温州分行利率加点为15几点外 南京 无锡 苏州等分行执行利率为自律上限 及基准利率加20几点 根据央行官网 现行一天和七天通知存款基准利率分别为0.8% 1.35% 有业内人士表示 从普通存款利率下调到通知存款平板 互相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商业银行静息差压力 从资金运行的角度来看 也能够向实体经济导流更多金融合水 优优优独裤 优独裤